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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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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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股价呢 它有没有跟着上来 没有就算了 反而这个往下先跌破月线 月线在这里 再跌破季线 季线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现在连半年线 这两天都跌破了 那股价的部分在四月底 这个更正一下 应该是四月底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带量攻击 那时候光学股通通在涨 那它也跟着补涨 但是补涨了两天之后 现在也跌破了带量攻击的长红棒的低点 所以说就整个结构上来看 这种股票 很多投股老师会告诉你 指数已经涨到高点了 强势股不要去追 这个股票滴滴的很安全 这种股票我都叮咛 看似低机起 实为弱势股 就是结构当中 我所说的浅荣勿用 这种股票就不要去贸然的摸底 有补涨 有反弹 也应该是要找卖点的 这是给洪小姐 或是手中有华金科的投资方 一点操作建立 那再来看到 另外一个杨小姐也来电咨询 问到了跟车用也有关系的 一档股票 二三五五的静棚 那静棚她做的印刷电路板 两年前我曾经介绍过 说她的一个这个 业绩已经都转到 转到所谓的车用 带动那两年业绩大幅度成长 我记得推荐给大家的时候 才四十几块 那后来股价居然最高 涨到七十七块多了 不过涨到七十七块之后呢 股价现在就在这里休息 整理整理整理 整理到现在大家想说 大盘都涨到这里 该会涨了吧 先观察基本面 有没有成长 那去年2016年EPS真的不错 赚了6.26元 不过第一季EPS 0.97 这就下滑 不只是因为 汇兑损失的业外亏损 本业的部分 也是同步在下滑 这一点先提醒 那一到这 从营收就看得出来 一到四月的营收 七十九亿 年减 跟去年同期比起来 它是小幅度滑落了 0.55% 代表说它的业绩成长高峰 在前两年已经过了 那现在在技术面的部分 要去注意的是 当指数在这里创新高 融资其实也在大买 融资在大幅度增加 就不是没有人买 谁在买 散户在买 散户买了一堆 指数也在创新高 股价有没有涨 没有涨 那谁在卖 散户在买 涨不去 当然背后就有可能大户 已经看到 业绩大概最好 就去年这样了 所以就觉得差不多了 慢慢再调节了 那指数在创新高 这股价最近也是 掉到月线 掉到季线 掉到半年线 有点种转为空头排列的味道 所以这种股票 你不要想说 没涨过很安全 看似低基期 实为弱势股 结构上面 就是我所说的 浅荣勿用 反弹应该要找什么 找卖点 这是给杨小姐 一点操作建立 好 那回来继续谈 谈到大盘指数 终于站上万点之后 今天稍微做一个拉回了 今天指数找盘是开平 被下压 盘中最高来到10116之后 目前翻黑 跌了39点的幅度 那指数的部分 为什么会这样 过高又拉回 那拉回会不会这个地方 就转空了呢 其实各位投资朋友 还记得上个月 4月17号 当大盘指数 跌到9600 9700的时候 我就提到过 今年的行情 叫做什么 波段震荡向上格局 什么叫不震荡向上格局 就是它不会一路涨啊 什么时候会拉回来 当指数创新高 我说看似多头来临的时候 往往会拉回来 先杀杀短多嘛 所以每次指数创新高上去 我都跟会员讲 你不要急着这个时候 才要买股票 你可以等什么 急拉拉回来的时候 杀短多的时候 再来做进场 那等到大盘拉回杀短多的时候 我说看似空头的时候 又会开始往上嘎空 所以一旦大盘跌下来 你看到电视上 又有很多投顾老师 告诉你放空才是对的 很多做指数的老师 拼命在带你放空 放空放空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小心哦 这个看似空头来临 又会准备往上嘎空 目前为止你会发现 是不是大盘都按照我们的书 这个研判在做计刑当中 所以你看就看到 现龙老师对指数的部分 目前都是按照规划在进行 杀到计刑以下 看似空头又要往上嘎空 嘎到现在看似多头的时候 就准备拉回来杀杀短多 那当然这次拉回来 杀杀短多会杀到哪里 五月份K线 这个月是大涨长红棒出现 六月份有没有机会继续收红呢 这个部分 如果大家关心指数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 到我的Facebook粉丝专页 按个赞加入追踪之后呢 现龙老师每天收完盘 都会有一个最新的 Facebook上面的一个台股盘后报告 针对大盘最新的价量结构 最新的筹码流向 给大家一个完整的一个分析 或是大家有智慧手机的投资朋友呢 你现在也可以把你的手机拿出来 扫描一下这个QR Code 就可以将现龙老师加入到你的好友名单 那现龙老师的这个 LINE这个ID是 小老鼠Y-O-U-R-B-E-S-T-E-A-M 但是如果你有没有能够在接下来去赚到钱呢 重点不要放在指数 要放在哪里 放在这八个字 我要再三强调 掌握结构太弱则强 才是你要成为操盘高手 成为真正赢家 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 那什么叫掌握结构太弱则强 也就是再三叮咛 第一个 你要先去看清楚股价的一个结构 在哪一个位置 那我把股票的结构分成四种 第一个浅荣物用 第二个见荣在田 第三个飞荣在田上去 第四个抗荣优回了 那这里面提醒大家 凡是浅荣物用 或者是已经抗荣优回的股票 你都要特别小心 什么叫浅荣物用 刚才其实提到 整段的股票里面就有提到 有两单股票是浅荣物用的 通常它代表产业趋势持续在衰退 业绩在下滑 股价呢也相对大盘 处于弱势阶段 这种弱势股 趋势仍然潜伏地体 未见天日 你就不要去贸然的摸底 不然指数涨 你会发现一样会赔钱 或相对弱势的股票 也应该太弱势强 那另外一种 抗荣优回的股票 我看起来很强 但是趋势过犹不及 气力将近 股价已经处于头部 看似仍强的背后 时尽末路 当时如何下台 以免毁不当初 所以呢 提醒大家 其实在这个阶段 如果你揍股票 指数现在已经 占三万点 还赚不到钱了 一定要去检视 你手上的股票啦 要去看一看 如果是潜荣物用 如果是抗荣优回的 该出还是要出啊 那举个例子 就这样 还记得 这档股票叫润泰权 当现在指数已经涨到 10121的时候 股价居然已经从 64块多 一路的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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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到现在多少 这两天剩下45块多 从64块跌下来 跌了足足三成不见 所以第一个 你看到真的指数涨 不是所有股票都会涨啊 还是有股票 买错了 就继续跌 那第二个 弱势股 这个地方 大盘就算涨 一样会跌 那我不是现在 在跟你讲 润泰权 它叫弱势股 我什么时候提醒你的 2月21号 来看一下 2月21号在哪里 那时候冲高到64块多 有位朱小姐 那一天 2月21号 特别来电咨询 问到她在64块 买的润泰权 为什么会赔了 消息面明明是利多啊 中国大论发说想嫁啦 阿里巴巴 腾讯都说有兴趣啊 这么大的一个利多 为什么股价不会涨呢 各位投资朋友 来看一下 这次那一天 我还特别叮咛 叮咛说 消息见报的背后 要去观察的是什么 技术面 技术面那天看到 第一个 K线形态高档爆量流星 已经发现到 这个融资大增上来之后呢 大户正在趁着利多 在做出货之中 也就是结构上面 已经属于抗融油毁 所以我说润泰权还能不能够爆啊 不能爆 而且要赶快找卖点 要换股操作 不换的话 你看到这个月 这个三个月下来 指数涨到一万点了 股价却大跌了三成 所以这个部分你就会了解 现龙老师为什么一直要提醒大家 做股票最重要 你要成为操盘高手 要赚到钱 你要去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 因为真的 你买错弱势股指数就算涨 一样会赔钱 第二个 更证明了 弱势股是可以早一步知道 预先来做避开的 只要你也学过 现龙老师在教大家的 操盘级技术分析 股市结构学 看懂大户进出货手法 掌握股价 转强转弱讯号 对不对 那你现在还掌握不到 没有关系 现龙老师为什么要开放 这个免费COIN专线 0800-787-588给大家 就是希望能够尽我所能 就我所学的 帮助得到更多投资人 帮助得到你 好 那接下来的行情 我们才能够帮助你 帮助你做好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的动作 那再强调一次 掌握结构太弱则强 电视上很多头顾老师也在讲 可是呢 我强调 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很多头顾老师叫你太弱则强 好 那什么股票大涨了 强势股追啊 对不对 什么股票盘中也大单急拉了 强势股强啊 这样叫做太弱则强吗 报纸今天写了什么股票 接到大订单 业绩大幅度成长 这个有利多 就带你去买啊 这叫太弱则强吗 不是哦 其实我跟大家强调 这其实都不叫太弱则强 反而叫做乱买股票 看到股价大涨才追 急拉就抢 报纸有利多就买 外资调高平等目标价 也信以为真 老师最喜欢在电视上 报免费的名牌 告诉你某某股票 也是什么概念股 最近很红 那这股票告诉你也不错 你这样就相信了 就跑去买 这就是我所说的乱买股票 看起来叫太弱则强 但是行情好 运气好 有时候赚点钱 长期来看 保证你输钱啊 赔钱啊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地方再强调 其实我所说的掌握结构 太弱则强 关键在于前面两个字 结构 你要去看得懂 那结构里面我刚才已经说了 潜荣物用的股票不要碰 抗荣优惠的股票赶快出 要买买什么 买建荣在田的股票 什么叫建荣在田呢 也就是我所说的 产业它要处在萌芽期 准备进入成长期 而股价低档 重点不是在低档 而是开始要转强 这应该把握上车的机会 大波段操作 将有可观的获利可期 也就是当趋势出入头角 准备搭展生成的时候 后来做布局 买在建荣在田时 等到飞荣在田上去 你已经提前布局 就牢牢紧报 但是也不要得意忘形 乐观勿望神圣 因为飞荣在田过后 也是抗荣优惠了 对不对 所以简单的说 要买 记得就买什么 买建荣在田的股票 报飞荣在田上去的股票 卖 卖在抗荣优惠时 所以这就是我在带会员朋友 做股票也好 在这个地方 教大家怎么去做操作 最重要的一个理念 的一个原则 就像我们之前 推荐大家 买进6274的台药 我们不是说 看到了台药股价那时候 狂飙到多少 狂飙到57块多 所以呢 推荐给大家 那时候股价在哪里 各位投手 可以看到 这是当时推荐大家 大数据新黑马的台药 写给会员朋友的分析日记里头 写得很清楚 为什么看好 因为它的产业趋势 大数据物联网 带动它的一个零组件 耐高温高压高速的铜箔基板 已经供不应求 报价持续在看涨 营收开始创新高 业绩真的启动成长动能 而股价34块多 那时候已经确认 散户在大卖 指标翻扬上来 大户进完货 准备开始转强 所以344块多 带着会员朋友买进 对不对 37块都还有继续抱着 那这个继续加码 一路上去 40几块都还在继续抱着 一直涨到5月5号 那个礼拜 涨到57块多了 我说这时候 K线空头吞翅 指标高档背离 结构抗荣又回了 所以建立大家全数除勤 获利入带 你会看到 这不就是做股票 你要成为操盘高手的方法吗 30几块 发现建龙在田来做布局 40几块好好抱住 50几块抗荣又回 获利入带了嘛 对不对 不止台药是这样 包括像之前推荐大家 Tesla收费指标股 4739的康普 也不是因为最近看到 康普黄标 我知道上个礼拜 你一定看到一堆的头顾 老师在介绍康普 为什么 因为股价狂飙上来了嘛 每个头股老师都知道 它是强势股 去追去抢 所以你会看到 别的头股老师 叫你太弱则强 去追那个 已经大涨的股票 那现龙老师 是什么时候推荐的 再来看下去 2月9号 写给全国会员朋友 分析日记里头提到 为什么 我们持续在看好康普 5月10号都还在继续买 那时候才46块多 我们发现 它的电动车电池材料 现在配合客户的要求 积极扩充产能 订单掌握在手中 这个效应 扩产效应 已经开始显现 元月营收已经创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 技术面 那时候融资在大减 散户在大卖 对不对 股价指标翻红上来了 突破下降压力线了 大户进完货 准备转强 所以我们再买进 后来慢慢的上来 50几块都还有 再继续加码 5月10号都有继续再买 等到现在股价 已经涨到70几块 已经飞龙在天上去 我们就建议大家不要再追 因为我们已经 第一档布局完成 这样做股票 才能够稳扎稳打 成为赢家嘛 对不对 那其实不止康普 包括上个礼拜 推荐大家的新能源车 新黑马 今天指数 你看到翻黑 跌了三十几点 股价也已经开始大涨上来 所以你可以证明两件事 第一个 强势股 真的可以不用靠大盘 自己就涨 第二个更证明了 强势股是可以早一步 知道预先来做卡位的 就像我们的康普 可不是在六十几 七十几才去追 四十六块 就已经在买进 我们的台药 可不是在五十几块 才去追 三十四块 就已经做布局 现在获利 都已经超过五成以上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证明 强势股 真的可以不用靠大盘 自己就赶涨 第二个 强势股更可以早一步知道 预先来做布局 只要你也学过 现龙老师 教大家的 选股的一个方法 也所谓的SOP 对不对 那现在你还做不到 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 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 邀请你来加入 现龙老师 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让现龙老师 在接下来 还有新的黑马 准备要出手的时候 你也可以像之前 四十几块的康普 这个三十几块的台药一样 第一档 开始来做布局 掌握那个 大波状获利的机会 想把握的休息时间 就欢迎跟我们的 服务人员来做联络 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出来 立正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甲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轴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中宝贝如果感染肠病毒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 像是嗜睡 手脚无力 意识不清 持续呕吐 睡眠中突然出现惊吓到的反射动作 呼吸急促或心跳加速 出现这些症状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 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哦 认识肠病毒重症前兆 许孩子一个健康未来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那这两天端午节假期期间 蛮多投资朋友都打电话进来 在指名询问盛容老师的 极品操盘团队的会员 那有投资朋友还是继续担心 担心什么 哎呀 现在指数又到一万点了 现在买股票会不会有风险啊 其实我要提醒大家 不管指数在哪一个位置 你买股票 风险绝对会有 那可是风险永远跟报酬是紧密的相关的 也就是如果你不肯承担风险 你怎么可能会有得到 真正大波段的获利的机会呢 所以呢 我今天也分享大家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所以有人问农夫了 问农夫说 你的麦子种了吗 农夫说 没有耶 担心老天不下雨 那麦子当然就种不出来 所以呢 就没有种 那又问 那这个老天你担心它要下雨 那你种棉花了没有 棉花就不怕下雨了嘛 对不对 那农夫说 没有啊 担心虫子会把棉花给吃掉 所以他也没有种棉花 那再问这个农夫 你到底种了什么啊 就什么都没有种啊 什么都没有种 到最后种得出什么来吗 会有什么果实吗 没有嘛 所以呢 这故事告诉我们 不愿意付出 不愿意冒风险的人 其实到最后只会一事无成 所以股票市场永远是这样 如果你想要说 买股票 永远没有风险再来进场 那个地方 各位投资朋友 其实你永远等不到的 所以呢 那该怎么去做 永远要记得 Just do it 行动才是最接近胜利的捷径 现荣老师带会员朋友操作 一直强调 风险会有 但是是可以控制的 也就是现荣老师 永远把会员朋友的一个保护 会员朋友放在我操作第一要务 买股票 一定先考量 万一不对 哪里 我们小赔先出 对不对 万一不对 我们空单也会开始来做进场 但是我还是强调 现在都还不是空军 要出级的时刻 现在一样是把握机会 锁定我们所说的四大明星产业 iPhone 8 车用电子 大数据跟物联网 趁着指数过高之后 拉回刹短多之后 接下来又有许多的好股票 准备来做出级 那尤其是锁定在电动车 大数据 以及包括ADS 自动驾驶 还有包括物联网的商机 那商机庞大 人人想分杯羹 还是一个观念 投机股只有题材的股票 那种阿猫阿狗的我不要 业绩真的能够因此成长 有竞争力的好公司 这才是我们要找到 因为这样的股票 才能够走得长长久久 才有大波端的获利 就像我们的台药不就是这样吗 那时候344块发现 大数据带动它的一个产品 供不应求 业绩开始启动成长动能 344块也确认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所以持续在买进 现在已经大赚超过5成以上 抗荣有毁 全数出清获利入带了 对不对 就像之前的联德 86块多也是发现 它生产的汽车零组件 带动营收开始创新高 技术面也有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 所以86块再买 对不对 涨到120几块 我没有卖到高点 后面留给别人赚了 但也大赚了超过4成的利润 获利入带 包括了汉磊 现在也已经赚起来 包括了制成科 64块推荐大家 到现在还在继续赚 原始资金已经全部收回 因为已经赚了一倍多了 剩下股票等于零成本 还在继续赚 那乙顶 84块 90几块 持续在买 现在还没赚完 康普 46块多就已经在买 不是像其他投顾老师 60几 70几才追 现在已经赚了超过5成 还在赚 亚信的部分 现在也发动攻势了 新黑马的部分 这地方随时都准备 开始来做一个加温 尤其这一档 新能源车铃组建的部分 受惠于它的生产线 接下来6到9月份 又要陆陆续续 开始新产能量产 业绩又渴望 更上一层楼的条件之下 股价最近都已经开始加温 今天指数目前 杀下来都还是红的 对不对 好股票都已经开始要发动 如果说投资 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 也是要锁定 这样一档一档 有爆发力产业 有竞争力的公司 第一档来做进场 今天5月5号 虽然端午节已经过了 给大家最后一天的机会 想把握的 欢迎各个服务人员 来做联络 指名加入 县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珍珠美 珍珠美